好 接下來有一個補充 跟後面有關係 就是簡單講一下那個概念 就是有性生殖的鹽化裡面 在原生生物這個地方 就有看到一個有性生殖的鹽化的趨勢 就是有一些單細胞的藻類 他們的有性生殖過程當中 那個可以結合的那個細胞呢 兩顆長得是一模一樣 所以後來呢 因為外型上看不出有什麼差別 我們就把其中一個定義為叫正交配型 另外一個叫不交配型 那其實這個正部啊 你現在就算顯微鏡底下 有看到兩個細胞正在結合的過程 我們只能說裡頭有一個應該代表的是正 因為沒有辦法分那個磁雄公補的問題嘛 所以是好像正部 那就是如果有兩個細胞正在結合的時候 我們只能說 現在有一發應該是正交配型 另外一發應該是比較配型 那到底誰是正 誰是磁雄 實說我們不知道 但那磁的那個精神 就是兩個細胞結合 然後可以弄出一個2N的細胞 所以這個基本上已經有那個有性生殖 但因為這個畢竟是少數的例子 所以目前的看法是 它很有可能是那個 當初那個很早 就是幾億年前的原始的原生生物 就是最早的那一批正合生物 然後他們在建立那個有性生殖的過程當中 那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簡單 就是找兩個單泡染色體的細胞 然後去做結合 那因為演化有一個重要的趨勢 就是一般從簡單開始 然後走向複雜 所以下一步比較複雜的有性生殖 我們通常把它稱為叫做一配生殖 一配生殖 它的參與的生殖細胞呢 就變成一個是大的 另外一個是小的 OK 所以就是大配子 小配子 所以開始可以看得出來它的差異性 好 那這也是在特定的藻類 會看得到的 就是用大小配子的方式 不過那個大小也是要想移 你才知道誰大誰小 那之後的演化很有可能就走到了 我們比較熟悉的 就是 軟配生殖的方式 然後軟配生殖呢 就開始有軟比較大顆 然後鏡子比較小顆 所以這時候就有軟跟鏡子 或鏡細胞的出現 那我們就把這種生殖方式 稱之為叫做軟配生殖 目前真核生物 原生生物當中絕大多數 倒木植物都是屬於這個 真菌比較特別 真菌它還有這個影子在 因為我們一般去看那個真菌在進行那個 菌絲的結合的時候 也認不出來到底誰 就是代表雌雄的關係 只知道有兩種菌絲 它正在進行結合過程 所以真菌確實有保留這個影子 可是它已經是多細胞了 那因為這個概念後面我們會 在講那個被子植物的那個生殖的過程檔案會有到 那所以這邊補充一下 這是沒有性生殖的演化問題 所以這樣的話 可以回過頭來談 先把那個比較多說的 因為無性生殖的變化方式比較多嘛 所以就來談一下 各種生物的無性生殖 165頁那邊主要是乙植物 那我們就把那個其他的生物加進去 如果擴大到各種生物來看的話 第一個 從單細胞生物的觀點來講的話 如果它要無性生殖 通常就直接利用有絲分裂 就可以完成生殖過程 因為它只是一個單細胞 所以這個一般來說 討論單細胞的時候 大概就會有到它 多細胞生物呢 如果是利用它身體的一個部位 或一塊或碎片 然後呢 就可以再發展出一個新個體 我們通常就把它稱為叫做 斷裂生殖 那斷裂生殖裡面像那個海星的粒子 然後像那個海灰 他們比較會有這樣的一個特徵在 所以這個也不難理解 所以一般 我曾經有看過那個海星的粒子 叫分裂生殖比較怪怪的 因為分裂生殖不太適用在這個地方 然後第三種就是粗芽 然後粗芽 粗芽生殖如果是水席應該很熟悉 因為它會從那個身體側邊斬出一個芽體 然後那個芽體它的大小就跟 有沒有 形狀跟那個原奶的那個老的是一樣 可是大小小很多 然後等到一定的承受程度它會脫落嘛 然後因為真菌現在砍掉了 所以這個本來有一個例子就是效果菌 效果菌在單細胞的時候 效果菌是屬於菌物件 然後那個基本形狀是妥球型 然後呢要進行出芽之前 它就先一方面複製它的那個 藍色體 然後接下來呢 等到藍色體複製完之後 它就從這個妥球型的其中一頭 開始冒出一顆 好 然後等到這顆夠大顆的時候呢 就開始做那個藍色體的分配動作 然後把一部分的藍色 把一半的藍色體放到這裡面來 然後在這邊再形成新的細胞 而且它可以在 比如說這顆新的牙 就準備可以脫離變成一個獨立細胞 長不到足夠大小的時候呢 它可以再繼續長出去 所以它就有那個真菌的精神 因為真菌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那個菌是可以一直延伸出去 所以你看它也可以一直延伸出去 所以可斷掉可不斷掉 好 所以一般我們在培養就是 釀酒的過程當中 或者是純粹給它一個很多糖分 去培養效果菌的時候 常常就可以看到這一串的這個投球形象 所以這個現象也被規為是屬於出癢 那因為真菌拿掉了 所以這個到底算不算是符合範圍的例子 就是參考的 好 然後接下來 跟斷裂精神有一點像 可是是發生在植物的 就是回歸到那個獎益上面的 就是營養器官的繁殖 所以那些地子仍然沒有跳脫 你國中背的那些 什麼馬鈴薯的地下精 有沒有 番薯的地下根 那個什麼落地生根十年 有沒有 大家不外乎 因為它主要要強調的是 就是五根精葉這三個部位 細胞獨立運作的可能性還蠻高的 這是植物的特質 一般動物的話 比如說 了不起就像這種無脊椎動物 它比較有這個樣的特性 就是身上的一個碎片 然後就可以發展出一個新的個別 可是這個在其他動物也不見得 是一個常見的特質 可是植物的話可以 當然不是每一個植物 所有的部位都可以 比如有些植物葉子都比較強 有些植物是植物比較好利用這樣子 但這確實是植物用來無性繁殖的 常見的手法之一 然後第二是包子 另外一個植物常用來無性繁殖的 手法利用包子 那因為陸地上的植物呢 從顯胎蕨類 顯胎蕨類 螺子貝子這四大家族裡面 其實它們都可以產生包子 但是利用 直接利用包子繁殖的是誰 直接利用包子當作繁殖工需的是 顯胎 然後跟蕨類 後來 螺子植物跟貝子植物 那個包子它已經不再直接丟出去 它會留在像胚珠 或者是花藥裡面 有沒有 保留那個包子繼續發展出配子體能 那這是我們這個單元 後面的這個重量的重點 好 所以從分鎖類處 好 所以接下來就是那個 剛剛一開始的那個圖裡面 就是 軟不受精的那個特殊的現象 特定場合被稱為叫單性繩子 那有一些是想要凸顯出之用到卵 所以就把它叫孤刺繩子 OK 然後植物的話 會有用到這個詞叫無配繩子 OK 那解釋不寫的 因為大家已經講過了 它的精神就在於軟不受精 仍然可以發育成正常的個體 只是這個正常的個體 比如說蜜蜂蜂蜂 一個軟的正常個體 是它只能發育成雄性的個體 類似像這樣子 好 然後像那個 剛好講到牙蟲嗎 牙蟲很特別 就是牙蟲的個體裡面有N 也有2N的 好 如果它是N的話 可以保證它就沒有受精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發現它的染色體是2N 你還是不能確定 它到底是透過受精還是非受精 因為它的2N裡面 就是可以用那種軟的染色體 倍增的話 聽得完 所以牙蟲的話 是兩種軟道它都可以做 這算是一個比較奇特的 好 所以單性無死 無配 精神是一樣 只是剛好是在不同的領域裡面 他們喜歡的柚子不同 所以最後一個就是可以 一般在講植物的時候 特別會把這些事情拿出來談 就是那個 口頭先講一下 就是主治培養 主治培養的精神 其實是我們認為 把營養器官繁殖的能力拿來做為操作 好 那這個在農業上面 然後生物科技上面等等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應用的技術 因為你比如說你的基因改造 你好不容易有一個成功的基改的細胞 那你在怎麼成功也是只有一個 對不對 那你所以接下來的問題 你可能需要把這個細胞大點培養 所以這時候就牽涉到這個問題 可是現在主治培養這個詞 其實它已經狹隘了 它真正一個涵蓋範圍比較廣的說法 要叫做離體培養 離開生物體的培養方式 然後再分等級 好 比較簡單的層級呢 就是比如說我們現在呢 醫學相關的研究裡面有一塊 就是研究腫瘤 所以你想要研究腫瘤細胞的特性 你得先培養腫瘤細胞 所以如果聽你現在培養的是一個一個的細胞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層級的培養 叫做細胞培養 所以比如說你想要去探討 那個白血球的巨石細胞 好 然後你可以把血液當中的巨石細胞 就各種白血球當中 單純的巨石細胞把它抽離出來 然後去做培養 然後再做後續的環境 好 或分析 這種等級呢 就是細胞培養 OK 然後 那所以一般來說 這個層級是比較偏向在研究領域裡面會做的 好 所以如果你們江海真的 有人去走的深科相關領域的話 你可能就會碰到這一塊 好 然後那種技術面的東西 有時候很怪喔 就是說 那個有時候跟你念書好壞 真的沒什麼關係 就有些人就是隨便做真的做得成功 就是培養細胞 好 因為你們以前都學習過來就是 哇 那種培養了兩個月 然後養幾隻 一隻都沒認識 好 有些人是隨便這樣磨一磨 塗一塗 然後就隨便長得很長 所以這件事情 完全跟我覺得跟念書真的有關係 好 好 所以如果你覺得以後想要去走技術面 也是可以 因為這種人才也是很缺 好 這跟手 的手氣有關係 好 然後 然後第二個就是組織培養 好 然後組織培養的例子 拿最近的一個很慘的事情 缺皮膚有沒有 20年前左右 有一個技術已經 我覺得已經算成熟了 或者已經發展OK了 就是他們就拿那個什麼 國外那不是有時候 有些地方的人他們有個習慣 就是小孩子出生之後 男生就先把那個貓皮割掉 然後有一些研究人員 他們就發現這樣很浪費 因為那細胞還很年輕 遺傳上也很年輕 對 所以他們想說不然拿那個來培養看看 所以後來他們就嘗試之後 那個後來的培養技術 我記得那個一個數據應該是 它只要差不多一公分 一平方公分左右大小的一片皮膚 然後呢 好像培養兩個蛋 就可以把一個人的皮膚全都換掉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潛力 可以理解得好 可是你看已經過了二十幾年的 然後像這次的話 也是一樣 也沒有聽到 有那種商業化量產的皮膚 所以恐怕最終還是面臨那個問題 面臨皮膚啊 最表面是表皮 然後下面呢 是那種正皮皮下組是這種 所以一旦你要做皮膚的覆蓋的時候 大概就這樣整個貼上去 就要面臨一個很殘酷的考驗 就是免疫系統的問題 所以恐怕應該癥結還是在這地方 因為後來都沒有聽到消息 不然這個其實可以造福很多人 因為需要吃皮換皮的人 其實還蠻多的 然後 你更不用講說那種想要換別人那種 那個其實會有更大的商業價值在 所以這個其實是比較可惜 免疫系統如果不是這麼難當的話 也許今天的狀況又不一樣 這樣子 那他那個 城邦那個事件我覺得 真是承惡大不幸 有共鳴強勢 我說主辦單位嘛 真的是有共鳴強勢 怎麼會這樣子玩 好 那所以下一個層級裡面呢 會有更多的期待 因為這個需求的人也很高 就是器官培養 那目前所看到的 對那個器官需求 應該知道等著換新的人很多 等著換腎臟的人也很多 對不對 所以你看台灣 因為我大概就是周遭 包括你們的那個畢業的學姐 有時候聊一些八卦 就有提到就是 什麼親戚朋友教授 然後跑去大陸那邊 換了一個聖戰回來之類的 然後每天在那邊打看牌吃藥 因為是連相中性都沒做嘛 就直接去換一顆 聽到嗎 所以就是這輩子 就是一直只能打在那邊看牌吃藥 這樣來度過這樣子 這樣還蠻辛苦的 好 所以器官的需求其實高 可是也是一樣 其實早在20年前 那個器官的複製早就成功了 只是這個器官 你們以後千萬不要做這種事情 就是沒什麼太大的發展潛力 這最早成功的器官 培育成功的器官是那個 那個膀胱 它就用一種方法 它用那種生物可分解性的纖維 然後先去弄一個模子 就做一個空的那個 那個什麼膀胱的那個形狀 因為立體的造型比較滿麻煩的 因為它中間是空心嘛 所以膀胱縮分的就是一個水彈 這個水彈那個細胞 用一個基本層次的安排 對不對 所以他們用一個很絕的方法 就是先用那個生物可分解性的纖維 先去塑造出那個膀胱的形狀 然後再把那個肝細胞就慢慢滴 24小時這樣一直滴那個肝細胞進去 然後呢 再刺激那個肝細胞開始發育 然後最後呢 這個滴進去的那個肝細胞 把那個纖維給分解掉 然後後來細胞留下來 所以等到那個纖維全部分解乾淨了 所以那個膀胱的形狀就出現了 這怎麼樣對不對 然後看起來當然就是這個 這個技術 就是這個idea真的是非常好 重點是 終於成功了 然後又怎麼樣 你周遭聽過誰有換膀胱的需求 這樣可以講 所以以後你看找一個好的提债 就是這樣子 不要 然後你可以 這是瘋瘋瘋瘋瘋瘋的宣布 成功複製器官的 然後誰要 誰需要這個器官沒有 這樣子 所以跟如果假設你看現在心臟 大概是趕快誰搶在第一步先做出來 那你就很好 所以那個心臟對不對 誰誰做出來 你有那個兩心房兩心室 所有的伴活都可以做得很好對不對 節力點運作可以正常對不對 所以這個心跳的跳動過程 它是完全比照身體內的運作方式 那這個就非常有價值了 我們先不講錢的問題 它至少真的可以造福很多人 一個水袋對不對 老實說就這樣子 然後腎臟基本上會有一個很麻煩的地方 因為腎臟裡面密密麻麻都是管子 你要不然是腎小管 要不然是那個循環系統的管線 然後兩套管線還要搭配得很好 這個非常大的難度 可是等於換生的能力也是很多 所以幹細胞的研究裡面 這一個階段 事實上目前是有非常多的人力金錢 資源的投入的 所以還蠻值得走就是還蠻辛苦就是了 然後所以下一個層級的培養大概就是個體培養 那目前已經成功的方法當然就是複製動物 然後比較入門的方法 將來一定會把這個視為是入門的方法 就是你只是找一個卵抽掉它的細胞核 然後再給它一個2N的細胞核 然後讓它能夠像受精卵一樣開始進入那個發育過程 那事實上這個技術其實 將來真正可以發展的方向是 你身上隨便哪一個細胞取出來 然後呢就可以想要用它培養出腎臟 想要用它培養出心臟都可以 其實真正可以期待的目標是這樣 不過這一步還等於就是了 所以這一些就是統稱的立體培養 那最早在台灣有非常大貢獻的真的是主持培養 有些農業上面 為什麼台灣可以稱為蘭花王國 那個瓶子有沒有 主持培養那個瓶苗 他們把蘭花那個芽的生長點取出來 然後裡面呢先做一個適當的培養 記憶有好的養分條件 有適當的那個植物的激素 然後放進去之後 那個一群2、3、4個細胞開始長成長成一大團 然後接下來就長出一顆一顆的蘭花的幼苗 所以它可以在補群的環境之下 然後你要做那個品種的改良都很容易 然後尤其是那個幼苗品質好 你要接下來要大量栽種就很好 你要平苗輸出可以 你要在台灣先養出小鳥再輸出也可以 所以台灣能夠在農業上面 有很多的這樣的高技術的方面 這一塊確實很重要 可是你現在如果只會這一塊 也是變成只會基本的可以 可是反過來說 如果你這樣要往這個方面走 你這個又不會的話 連這個最基本的部分就有點弱了 所以無性生殖的手段裡面 它比較麻煩就是變化很大 就是這些 所以跟植物比較相關的那幾個 這個大概就稍微留意一下 單性生殖 植物的話其實比較常被稱為無配 可是無配生殖的話 高中階段比較不用這個用詞 概念上會提達 但是比較不會用這個用詞 無配生殖的狀況大概是像什麼呢 海邊有時候他們種稻子 就會發生像這樣的問題 就是你看它那個稻穗已經抽上來 那你看那個鼓勵 好像有隨著時間的增加 那個鼓勵是越長越大顆 結果呢 你用手去一壓之後 發現裡面是空性 可以想像那個狀況嗎 那裡面沒有種子 種子裡面沒有配 因為種子裡面最重要的是 就是 不要憋不起 好 這是胚 那所以胚不出現 就表示沒有什麼 既然看不到胚 就表示根本就沒有這個 對不對 就是軟面的受精 可是這樣總 果實還是長得出來 這才是比較妙的 一般來講 果實要發育通常是要有前提 就是要受精管理 我猜這個 好 好 對 這是前面可以先交代的 那至於165頁中間有關 包子跟種子的繁殖 那我們就等種子的行程 然後講完之後再回來 再比 這樣應該比較實際一點 所以下一個就是整個植物的有性生殖過程當中 跟植物非常相關的一個特性 動物很不同的 以我們所介紹過的人 人體的生殖系統來說 OK 人體當中 我們也不過只需要 人體是一個複雜分工的體系 而其中直接參與生殖的也不過就是生殖器官當中 如果你現在還是只有談配子的話 那也不過只有生殖器官裡面的生殖 生殖母細胞 比如說初級肌母細胞 初級卵母細胞 這種 然後由他們而 由他們去負責 完成減數這個動作 然後產生配子 所以這個時候的配子 它真的就是人 然後在等到受精完成的時候 然後產生受精卵 然後受精卵是2N 然後它發育之後 發育之後 先產出胚胎 然後胚胎成熟 然後又產生一個 新的更 下一代的開始 對不對 1000 講人體 其實所有最複雜的地方都在哪邊 生殖器官的構造特性 對不對 然後那個矽精管 矽精管 矽精管 是一個產生精子的長所 然後它的細胞的特殊性的安排 那個 端鈔 對不對 綠泡很重要 然後接下來談什麼 談內分泌的調節 有沒有 所以看所有的討論裡面 都在人體當中就可以完成 而這個流程其實是算簡單的 等到談植物的時候呢 狀況就有點麻煩了 如果你用比對的方式的話 一般的人體的藍色體組成2N 如果你去看植物那個2N的個體的話呢 它 我把它稱之為叫做包子體 167 那張圖 可以用一下 好 仿造動物來看嘛 對不對 人體是一個由雙套產色體的細胞 所組成的多細胞的生物體 所以對植物來說 如果你也去找那個 擁有雙套產色體 而且是多細胞所構成的那個植物體的話 那其實它就是代表包子體 名稱的來源是因為 包子體的角色 它會負責產生 包子體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包子體 可是包子 當我們去分析它的構造特性的時候呢 它只是一個單細胞 然後去看它的遺傳的時候呢 它不過就是指紋 所以從2N到N就很明顯 你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 從包子體 原來的正常的細胞是2N 包子體的某一個地方呢 負責產生包子 那一個地方的細胞 它就得去執行 好 就得去執行減數分裂 這樣OK嗎 好 所以你對照過去 這邊剪完樹之後 配子就是金子或卵子就成長了 可是這邊剪完樹之後 都還沒看到配子 只是看到包子 然後所以 如果像顯胎跟絕類就比較好理解 因為顯胎跟絕類它會把包子散播出去 當作繁殖的工具 然後包子在土壤上面蒙發 然後又會產生一個多細胞的個體 這個多細胞的個體一樣 在色體的組成是N 然後呢 細胞的組成已經變成是多細胞 然後所以這個獨立生存的個體 我們就把它叫做配子體 所以又產生另外一個多細胞所組成的植物體 所以植物的一生總共會有兩個階段的形態 然後其中一個階段呢 是包子體 如果你要跟動物來做比對的話 然後這個跟我們整體的等級是相同 因為2N多細胞 但植物呢 多了一個階段的形態 就是配子體 那配子體的名字之所以稱為配子體 是因為它要負責 產生 師兄配子體 那可是配子體自己的細胞 它已經是N的 所以到了產生配子 配子的要求也是N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呢 就不用再去減數了 它只要用 在不斷的增加細胞的過程當中 它就預留某些細胞 它就是當作軟或是近細胞 真的好 所以這樣不用再減數了 所以你這樣往前追 包子當初從單細胞到多細胞 對不對 然後展色體沒變N變N 只是細胞數目跟增加 所以這個地方是不是也是有私 好 再往前追 這個地方 包子體產生包子的時候 2N變N 所以這個地方才需要進行減數 所以它等於是把減數這個步驟往前提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它把 屬於以人體來講 把原本人體是器官就可以搞定的事情 然後它把這個東西獨立出來 這樣 然後專門就只為了負責產生配子 對不對 因為配子體可以跳脫到包子體外 單獨運作 就像這樣子 這是一個最大的不同在這裡 對 最大的不同點在這邊 好 所以 下一步就比較簡單 既然配子產生了 所以呢 下一步就是 完成受精作用 然後這時候產生受精軟 或者成為盒子 然後 等到它發育 發育 只需要增加細胞 所以就不用再透過減數分裂的問題 所以只為要完成整個完整的一生 它要經歷兩個階段 包子體的階段 配子體的階段 這時候才會有配子的出現 然後才能夠拿著配子 完成受精 然後呢 接下來也變成下一代的包子體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現象 就稱為 四代交替 所以植入有四代交替的現象 動物沒有 動物基本上呢 生殖這件事情 不過就是器官層級 那了不起 系統好了 生殖系統 這個層級就可以完成了 這是動植入在本質上 很不同的地方 那當然這件事情 也不是植入登陸之後才開始做 是它早在那個藻類的階段的時候 四代交替這個特徵已經開始出現 但是後來登陸之後呢 當然陸生植入從顯胎絕類 螺子變成全部都有 所以四代交替是屬於植入非常重要的特質 那還有部分的藻類也有這個特徵 好 那可是這樣子的話 每次一個輪迴 對不對 每次一個輪迴過程當中 包子體要先產生包子 包子蒙發發育之後 產生配子體 然後由它再去負責產生配子 完成受精 下一個世代的包子體出現 所以好像 從上一代到下一代的關係 就是 一直反覆的用這樣的輪迴 去串引起來的 所以 世代交替當中 我們就乾脆把它切割出兩個階段 這樣就比較能夠看清楚 它的演變的過程 然後 怎麼切割呢 就從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這個虛線以上 受精卵2N 發育出包子體2N 好 然後 所以這兩個當中 包子體比較大 所以它是主角 我們就把上面 這上半段的這個階段 就叫做包子體世代 OK 那這個階段裡面的所有細胞 都是2N的細胞所組成的 所以也可以把它叫做 二倍體世代 好 虛線以下 包子是N 配子體是N 配子也是N 對不對 所以虛線以下 所有相關的 有牽涉到的細胞 全部都是N 但主角呢 這是這個多細胞的配子體 所以你可以把它稱為 叫做配子體世代 然後 也可以 依然色體的組成 把它叫做 安倍體世代 所以一個世代交替 要完整的話 就是涵蓋了 包子體世代 加配子體世代 好 不過這個只是公式 因為接下來的問題 接下來很麻煩的是 植物 演化裡面 四大家族 先寫一個簡單的 後面有比較詳細的 最早登陸的植物是 寫 胎 然後 後來 開始出現 微管束植物 最早的 好 然後接下來 種子植物出現 最早是螺子 然後接下來 有配子植物 所以既然 陸生植物 四大家族 全部都有這個架構 所以比較麻煩的是 這是公式 那就得套在四個植物上面 然後去看 這四大家族的植物 他們的包子體長什麼樣子 配子體長什麼樣子 所以如何去把它 施帶小體 串成一個完整的過程 不過幸好 因為一般螺子植物 視為過度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就不會去特別提它 所以這樣只要講三個就可以了 好 這邊先整理一下 同配就是說 你就想像有一種單細胞的導類 然後你有看到它做細胞融合 就是那個細胞的結合過程 就發現 就是兩顆在顯微鏡底下 看起來一模一樣的細胞 然後他們接觸 然後呢 後來結合變成是一顆細胞 那你可以去分析 那個參與結合的那兩個細胞 就發現 他們的展色體數目之後 結合之後 那個細胞的展色體數目的一半 所以這樣是不是完全符合受精的 就是有性生子的精神 對不對 就好像它的精子跟卵都是N 然後結合之後變成一個二人 就是你平常就看得到 那只是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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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要生子的時候 那它才會被 因為相遇 然後再結合 再 可以想像嗎 就是說 我們太習慣一定要有 有性 有性一定要公母雌雄 所以即使我們明明知道 這兩顆細胞 看起來根本沒有外型上任何可比較的地方 還是想要有公母雌雄的框框套進去 所以只好把其中一個叫正教配型 另外一個叫副教配型 可是那個關鍵在於是什麼 你真的不太確定 比如說這兩顆祥玉 它是正它是副母 因為也有可能它是正它是副母 你應該說細菌比較好便便 我先講細菌有提到 細菌的正教配型有效嗎 副教配型是沒有 沒有記得這個是 有嗎 有補充過嗎 沒有 有招移師再補充 因為就是 終於有一個特徵可以看得出來的 就是有一方比較大 每次結合的時候 其中一方比較大 另一方比較小 就是那兩個細胞一定是一大一小 所以大的就叫大配子 小的就叫小配子 對 對 就是在它原本的 平常存在的細胞裡面 就有這些 所以原生生物裡面 它有平常的時候 就已經會有什麼 就是說 某一個細胞 它裡面長就應該就是N 那有一些細胞裡面長就是N 但你只有在 你只有在碰到N的時候 才會有機會花生結 那這種的話 它就有能力去減數 對 對啊 我現在講的就是同一個生物 然後它的 就像它的族群當中 遺傳的族長 本來就很亂 又有N又有2N 類似相當的狀況 你看 所以當初 細胞的選擇 其實可以有N 也可以有2N的選擇 所以為什麼後來 動植物都選2N 因為真菌就沒有 真菌就很特別 真菌家族裡面 它就經常使用N的方式 就是長時間存在 但是沒有什麼發生什麼 太不特別的問題 這樣看其他的 看來 是真的來不及嗎 現在講 好 所以你可以去喵喵後面的圖 那167頁下面 左邊就是顯胎 左邊算過來 第二張圖就是絕類 然後右邊的第二張就是 螺子植物 最右邊就是貝子植物 對不對 那其實就在跟你講 那個包子體、配子體 長什麼樣子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更詳細的 就是那個四大家族植物 就是那個四代交替的過程 從175頁 175是顯胎 176是那個絕類 然後177是螺子植物 然後178是貝子植物 這樣 這樣就摸一下那個 當初一年級的時候 想要補充 然後越補充越糟糕 越講越不明白 這現在沒有限制的感覺 其實還蠻好的 只是講得不好 也是聽不聽得懂的 有嗎 然後下禮拜啊 就是學校真的是很詭異 就是排這個模擬考排這麼早啊 老實說 如果你不是很care這件事情 老實說 你現在要衝 大概也差別不大 因為你現在練完那個進度應該也很困難 所以你用正常的心態 正常的平常心去考就好 因為準備不完啦 包括九月初那個好了 對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排成一個月 就這麼神奇可以複習完一策 你就整個高三調查還是 有沒有超過百分之十人 練完可以 下個禮拜 下禮拜幾一 二三 對啊 全高三有幾個 幾個人貼在下禮拜 念完那個第一策 所以努力照著你的進度中比較重要 趕快考上更重要 真的 從班在買週記嗎 蛤 週記 要買週記 買 那個不能把它貼一貼 然後繼續往下寫吧 不要跳 看你們啊 都可以啊 不用 不用一定要買 那暑假期間 那特別事情呢 不方便講了 可以行週記 好 其他沒有要求 大家加油一點 拜拜